第一个用内建的方式 比如说我要把这边的地址 通通合并在一起 那当然你不可能说串接串接串接 前面可以串接 可是后面这个你要先判断 而且判断完之后还要再加一个 段 加一个像 那做法的话当然第一个 一定前面是用串接 所以等于什么 等于 这一个 这个是B2 那你也可以 先定一个名称 叫做邮递区号 给一个名称也可以 不过我们直接用这个上面的 这个这个 储存格好了 串接AND AND什么呢 程式 再AND 这前面几个都串接 串接 AND 但是下后面的话呢 这个就不能串接 不能说直接串这个 而是 判断说如果他里面 没有资料的话 那就不输入任何东西 如果有资料的话 就是 这一个字 再加上一个段 就是二段 串在后面 OK 那做法上面当然你需要什么 在这边 用IF的函数 因为这个前面第1个就是 IF 记得点前面 因为有的时候 如果你是用那个旧的版本 你插入函数 他这个会把它盖掉 前面东西不见 也就是如果前面已经有公式了 记得就点这边 那 接下来的话 IF 什么逻辑呢 你 判断空的话 我前面讲过 但你可以用IS BLANK函数 或者是另外一个方法 用IS BLANK 也是可以 你自己可以打 或者是你再插入函数 他叫IS BLANK 刮斧 哪一个呢 这个储存格里面 是不是空的 那如果这里面呢 是空的话呢 他会告诉你是空的 如果是空的 那就是什么事都不发生 就是空字串 反之的话呢 就是 起 加一个段 AND 然后打一个什么 双引号 再加一个段 这样的话呢 串起来就会是几段 OK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里面是空的 所以按确定的话 应该是怎么样 就是什么都 都没有了 OK 确定 那 向下填满 其实你 我们填两个 下面这个二段是没错 可是你会发现 怪了 这里面明明没东西 为什么他出现一个断字 其实我跟各位讲 就是isplank的 怪的地方 这里面明明什么东西都没有 那他有的时候 会因为他里面可能曾经做过什么事情 他会 有一点点 残留的东西在里面 但是 但是什么东西你看不到 另外还有 我遇过一个状况是 有坏习惯的 就是他没事就是希望按个空白键 你如果按一个空白键 在这边怎么样了 你根本看不出来 到底有没有 东西 但是空白键呢 在isplank里面 他是有资料的 空白键也算是一个资源 OK 怎么办呢 如果你把它delete掉 那个段就不见了 好 可是 isplank 我是 遇到有这种状况 所以我不太建议你用isplank 你可以用第2个方法 我建议 前面讲过就是你可以用什么 等于空字串 哪一个呢 这个 等于 你打一个 等号 空字串 这样来判断的话 问题好像实物比较少 那个本来会 有刚刚的那个问题 这个时候用这个方式判断 居然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按确定 那把它向下填满 像这个 刚刚那个 这个当然没有问题 往下 如果你用isplank判断那个 下面这个 这个刚刚如果用isplank 这边会多一个段字 但是如果你用等于空字串 问题就没有了 好 那一样的 像 none 号楼都一样 所以其实你如果做了一个段之后 后面呢你当然聪明的办法 这样把这个复制一下 再贴过去不就好了 所以cntlc一下 好 直接呢 在后面贴上 然后把这个地方改成什么 改成 像 改成none 那号的话不用 最后的话直接and 这个储存格 加一个号 拿在一个楼 要判断 OK 那全部判断完之后的话 打个go 这个 应该就出现了 那做完的话 我这边是有把它贴到 这云端上 应该是 就这一个 这一串 那其实就 其实不用去刻意死背 有很多东西其实都是直觉的 你解决问题的时候 当然就是照你的逻辑 把它做出来 因为公式比较长 所以这边可以把它展开来看一下 打勾 那这边就出现了 点两下 OK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结果呢 通通都给完成了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利用 这一边这样的 内建的 这个这个 函数 去解决问题 但是好 如果这个 这个动作 那你如果每天都要做的话 你可能会比较希望呢 几种解法 第一个就是说 可不可以 这边多按钮 按下去之后呢 就自动帮我把这些全部串好了 这样的话呢 我只要 按个按钮 当然会多一个清楚 那做法上面当然前面有讲过了 所以这个也是算一个复习好了 这里面的话基本上程式 只要你逻辑 通 大概应该就可以很快做出来 那一般我建议是先写清楚 清楚的话一定是for I 等于第2列 到 A2的最下面一列 打个NAS 对不对 中间的话呢 就是 Sales 所以这里的话 要必须串接 我讲过 串接 各位可以稍微复习一下 前面好像有一个文字串接的范例 有没有 Email嘛 对不对 就是多一个S好了 这个S变数就是说 S等于 Sales idol.b 就B栏 对不对 B栏先放在那个 S 等于 Send 串接他 然后end他 S等于 Sales B Sales C D 这几个先串起来 然后呢 后面这个需要判断的话呢 那变成说你在下面 再判断完要不要串接 所以如果 一幅 这个什么 这个格子里面什么时候串接呢 不等于空的 不等于 不等于就是小于大于 不等于空置串的话 那就是 几段 这个也是 不等于空置串 那全部串完之后的话 再把它输出到 也许是 这边好了 输出到K栏好了 假设到K栏的 这个位置 把它全部输出 那这样程式就写完了 OK 大概讲完了 如果你可以的话 其实就是 边 讲 然后 边想 边写 好 那就会 可以把你的东西给做出来了 里面的话没有太复杂的东西 当然我以前教的是教正列 就是会先把资料放在正列 而不是放在那个S变数 不过后来我发现那个方法 比较难一些些 所以后来就把它改一下 改成 就是跟前面写法一样 但你也可以用正列的方式来写 那所谓的正列就是说 你先宣告 一个 就多个 也许前面有八个 八个栏位的资料 你可以 宣告一个正列 它的空间就是 有八个空间 给这些放 全部再串接在一起 我发现 那个写法 似乎比较困难 所以 这个是原来的写法 宣告一个正列 A刮无期 那A刮无期意思就是说 它的空间就是 0到7 也就有八个空间 然后放这个资料 最后怎么输出呢 最后再全部串接在一起 再把它输出 可是后来发现 这个方法 似乎太难了 所以等于 这个 而且你会发现 这边还要一直 一幅 Ls 好像太难了 所以后来改写了一个 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方法 写完之后应该在这边 反正 回圈范围 那这个等一下再看好了 如果可以的话 自己再想想看 有没有 if I等于 第2列到最后列 然后 S把它串接 BCD 对不对 判断一下什么 依然 不等于空之串 再串接 串接 记得 S要先串 Send 几段 好 那做好一个段之后的话 把这三行复制 贴下来 再判断向 No 号不用 所以号直接就串接 Low 输出的话 把这个串接的S 放在K栏的I列 就完成了 所以如果你这个写完之后 再把它变成按钮 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试试看好了 那